面對遙遠的家園 遙望地球揮手致意 兩名俄羅斯太空人 普羅科皮耶夫和佩特林 在3號到國際太空站之外 進行太空漫步任務 兩人經歷了6個小時 才終於把散熱器 從晨熙號實驗艙 轉移到新的科學號多功能實驗艙 這是兩位太空人分別進行的第5次和第3次太空漫步 計畫在5月中旬 兩人也會再度踏出國際太空站之外 進行其他太空任務 環宇新聞 秋華廷 綜合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